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经过三年的审议 两次的听审 还有四千多页的证据 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 在今天就菲律宾所提起的 南中国海仲裁案 做出了最终裁决 裁决认定了中国的九段线历史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同时也裁定中国侵犯了菲律宾 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 裁决结果被认为 是菲律宾的重大胜利 到底仲裁庭是基于哪些理由 做出这样的裁决 另外中国政府针对裁决 所表明的四部政策 不接受 不参与 不承认 不执行 这四部做法合理吗 海牙仲裁能够化解 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 还是说他会进一步激化争议呢 在今晚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来进行讨论 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第二位呢 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 美国霍夫斯特拉法学院的 法律教授 Julian Koo 谷举伦 谷教授 我们欢迎两位 您好 您好 是我们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呢 拨打热线电话 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 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 如果观众朋友 您刚刚才开始加入 美国基因的VoA卫视的话 我们在这里 再次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今天的海牙裁决的相关内容 主要的呢 有几个点呢 针对这仲裁的结果呢 仲裁庭得出了结论 在有关于中国 对九段线之内海域资源呢 享有历史主张 那么裁决认定 并没有法律的基础 那么另外裁决庭也得出了结论 认为在南沙群岛 所有在高潮时 是高于水面的岛礁 在法律上 都没有办法产生专属经济区 或者所谓大陆架的岩礁 而这些岛礁里面也包含了 台湾方面所占领的太平岛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仲裁庭呢 查明了中方确实干扰了 菲律宾在里乐滩的石油开采 试图阻止菲律宾渔船 在其专属区域内捕鱼 因此结论认为 中国是侵犯了菲律宾 对其专属经济区 还有大陆架的主权权利 那么在我们听到了 这个相关的裁决之后 不少的分析人士都认为 这个裁决 似乎对于 中国政府的主张和立场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我就想先请教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 谷举伦谷教授 您对于这个裁决是怎么看的 您觉得这个裁决庭 他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理由 来做出这样的结果呢 谷教授 对对不起 你可以再说一次 是 我说您对于这次的裁决结果 您的看法如何 外界认为这是一个 对中国是非常严厉的 一个裁决结果 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是最严重的裁决 我本来认为这个裁决 不会每一个方面就是 就是裁决就是对中国没有好处 但是今天出来的是 中国没有一方面 又是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没有 就是所有方面就是给菲律宾 说菲律宾做对的 所以就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是对 从法律方面对 对中国的这个利益是最重要的 那谷教授您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裁决庭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那个裁决就是他们不管政治 不管所有国际关系的问题 他们就是都是看那个法律 就是条约 公约 海洋公约的规定 他们好像从法律方面 中国的就是组成 中国的所有立场就是很弱 他们没有就听这个 但是会影响这个国际关系 就没有好处 他们就是靠那个法律方面 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就是他们就是觉得 对中国的法律的这个立场是不强 没有没有理由 所以对这个方面 那为什么如果他们看那个国际关系 政治的问题 他们可能会比较一半给中国 一半给菲律宾 但是从法律方面 他们就是用法律的研究这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中国没有参加 所以中国的法律立场不是很清楚 他们也没有 他们本来中国可以自己选择有一个总裁员参照 但是中国不接受不参照 所以中国的法律的那个立场 他们有机会可以拿出来 但是因为中国不参照 所以中国从法律方面就是也是比较弱一点 是 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场的韩联潮博士 您刚刚听到了谷教授他的分析 他认为这个裁决是依法来裁决的 没有其他的顾虑 完全就是依照国际的这个法条来做这样的裁决 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谷教授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呢 这些五位总裁员啊 都是国际一流的这个海洋法专家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 他们是德高望重 他们做的这个裁决呢 基本上是依照法律来进行的 而不是考虑政治和其他国际关系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 他们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解释上面 实际上采取一个比较狭者 比较限制性的一个解释 尤其是对郊岛这个岩石 岩礁这个解释 因为这个解释呢 过去在这个海洋法公约经讨论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个定义写入 那么有一些个原则性的一些个说法 一些规定 那这次的这个解释呢 就是跟他更加限制性的解释 这个岛屿和这个岩礁 以及是低潮高地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限制性的做法呢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重新把这个岛屿啊 这个自然这个地貌啊 进行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我觉得是一种划事的 一种震撼性的 那么那对中国的这个很多的立场呢 也是有很大的冲击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前面九段线的这个问题啊 九段线呢 它并不是说完全主张这个中国这个九段线 或者中华民国九段线主张是无效的 它只是说这个九段线内的 对资源的这个权利是不存在的 是不合法 没有法律依据的 只从这个角度来谈 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 特别刚刚谷教授也提到 因为中方自始至终都是强调 不参与 不承认 不接受 那么现在呢 也有一个不执行的一个四部政策 如果说很多各方在问 如果当时中方愿意来参与的话 提供他们自身的一些证据或说明 您觉得有可能改变今天的裁决结果吗 我觉得至少中国有更好的机会 来展示自己的证据 那么来进行这个当庭的来辩论 因为刚才谷教授谈到了 根据这个中裁庭的这个程序呢 那么两个当事国啊 每个人呢可以任命 每一个国家可以任命一个仲裁员 那么剩下的三个仲裁员呢 可以大家来协议来产生 如果是达成协议呢 由这个仲裁法院的这个院长来 那个什么来任命 在这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机会 来进行这个申辩 来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做出一个很错误的这个判断 不参与这样的这个 依照海洋法公约制定的一个强制性 征担解决的办法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 继续我们要请教谷教授 谷教授我们也知道 刚刚我们提到了中方的四部政策 那么就是不承认不接受不参与 现在呢不执行 那么很多人说 就像刚刚我们听到了韩博士说 如果中方不接受不执行 这样的一个仲裁结果 它是不是一个符合国际法的 这样的一个作为呢 您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不符合国际法 在这个方面不执行 因为中国参加这个海洋公约 他们海洋公约就是 因为他们参加海洋公约 因为他们必须执行这个海洋公约的那个裁决 这个法律方面 他们必须执行这个海洋公约中裁的那个裁决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办法 就是没有一个 这个中裁可以说你要执行 中国有这个obligation 必须 是 有这样的责任 那么谷教授 我们也知道 您曾经就中方的一些立场 也接受美国之间的访问 您特别谈到 我们知道中方一再强调 这个仲裁不论结果如何 它都会涉及所谓的领土主权 还有海洋化界 但是您不认为这样 您认为这次的裁决 并不涉及主权 对吗 对 对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裁决 就是这个岛还是一个石 还是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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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对于解决南中国海的一些相关争议 能有帮助吗 是这样的 我觉得它没有直接的涉入主权归宿问题 也没有涉及海洋化解问题 但是它的这个判裁决的结果 间接的影响下一步的主权归宿和海洋化解的问题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菲律宾律师团 采取了一个比较机制的做法 或者是比较狡猾的一个做法 它绕开了这个化解这个规定 因为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宣言 它发表一个宣言 就是对这个条约的海洋化公约的强制性仲裁 提出了一个保留 保留就是不接受这个强制性仲裁 那么这个保留是根据这个298条进行来保留的 但是298条讲得很清楚 只是涉及到化解和主权这个问题 你可以做出保留 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律师团就说我不跟你谈这个主权 因为这个主权很多人在要求 越南 台湾 大陆都有诉求 那我不谈这个 我完全绕开它 那我就是说你确定一下它这个法律地位 来确定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权利 在这个这些区域里头的它的对这些资源的享有的权利 那么这一项做出了这个决定呢 就是说但是中国就说你没有管辖权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东西了 那裁决 中裁庭裁决的就说我是有管辖权的 因为根据公约的规定 关于管辖权有争议的话 是由中裁庭来决定的 所以中裁庭决定 我并没有涉及任何的这个化界和主权的问题 我只是关于它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些个属性和它的特征 和它的地位来进行裁决的 从这点来讲 他说我是合法的 我是这个有管辖权的 那么你应该接受我们的这个裁决 是 我们知道中裁庭这已经是第11次的裁决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10次裁决当中 也多次的宣布他们对这一方面具有管辖权的 那当然了 对于今天的裁决结果 我们知道在许多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能也在网路上或者在新闻媒体当中听到了消息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来向我们的嘉宾提出 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 400-120-0551 400-120-0551 或者利用我们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第一位我们来听听重庆的杨先生 您好 请说 杨先生 是您 请您把电视关小声一点 请说 好的 我对南海的政策我比较支持的 我认为如果中国要在某些领域蒙取自己的利益的话 我认为也可以我们到海洋法院去申请对海灯危啊 这些主权啊 这样也满足了很多五毛啊 那些爱国主义的一些需求嘛 很好嘛 好的 谢谢您 重庆的杨先生打电话进来 我们再来听听黑龙江的张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今天是仲裁啊 这个仲裁在我国的老板庆眼里就是一张废纸 但是南海龙龙在招女婿 谢谢 好的 我们谢谢张先生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北京的刘先生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先生请说 喂 你好 我觉得这次政府还是比较理解 然后试图按照一定的这个他们自己宣传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然后包括国内呢 也没有组织一些游行之类的 就相比之前的反日啊 反美 我觉得上来说还比较文明 然后这个 我觉得领海问题没有一定之规 这本身从中华民国那会儿十一段线到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级线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领海问题是不可能按照一定之规 所有的一套标准来处理所有的问题 最终看到我觉得不是规则 而是事实 或者武力 你说英国和阿根廷当时的马尔维纳州群岛的这个战争 这个合理吗 不合理 但是现在如何呢 然后对于最后这个咱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说 这不是否合理 我觉得这事把人有钱的见人 我觉得相对于说过去的政府的一些无关心做法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进步 我的发言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您刘先生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河北的刘先生 河北的刘先生您好 请说 河北刘先生在线上吗 好 我们听不到刘先生 是 刘先生请说 我说明眼人不用今天公布 明眼人早就看来 无非这就是美国跟孙玉平搞的一场闹剧 那美国是砸掉了萨达姆 消灭了卡扎斯 也扶着去伊斯兰国 中中弄乱了再弄南海 这是美国的政策 一贯的政策 我就说这么多 好 我们谢谢河北的刘先生 我想先回到我们现场的韩联潮博士 那么您刚刚听到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 那么中国政府方面也表示 这是由美国所带领的一场政治的反华闹剧 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说法 到底美国在这一次的仲裁 停的这样的一个仲裁的过程 它有发挥任何的影响力 或者有机会来进行任何的干预吗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讲 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仲裁 那么美国的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 是菲律宾的律师团的主要的总顾问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清楚 就是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选变 美国希望各个争端方和平地解决争端 但是美国强调自己的自由航行的权利 这个是美国虽然没有加入这个 没有批准就是这个海洋法公约 但是美国认为海洋法公约 已经是这个习惯性的习惯法 就是所有的这个公约的规定 都是从习惯法里面延伸出来的 那把习惯法就是把它重新这个法规化了 那么美国根据这个习惯法 享有这些一个基本的权利 包括自由航行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立场是非常的明确的 美国一直是持这样的立场 同时不希望南海的争端加剧 这次裁决其中有一条也提到 争端加剧的缘故 就是因为是中国的在南海群岛 尤其南海群岛的天海造道 这些一个事情来加剧了争端 而不是按照这个国际法公约 海洋法公约来解决这个争端 所以从这个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过剧 可能还是在中方 而不是在美国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持中立的态度的 好的 我们继续再回到仲裁庭的一些相关的仲裁结果 或许我们导播可以继续来放上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仲裁庭同样的 他刚刚也提到中方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 但是呢 在其中一点仲裁庭也表达了 虽然仲裁庭认为中国渔民在南海 那么限制菲律宾渔民接近黄岩岛的行为 是违反了尊重他们的传统渔业权利的义务 但是仲裁庭也说了 他们说如果今天是菲律宾来阻止中国渔民 在黄岩岛捕鱼 那么即将针对中国渔民的传统渔业权利 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所以仲裁庭也表明了 今天完全是依法还有一现实的情势 来做出这样的考量 接下来我想请教在我们电话线上的 谷举伦 谷教授 谷教授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 那么甚至还有人说 那么中方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争议 提起到国际的法庭或仲裁庭 来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 也有很多人看到这次菲律宾的这个南中国海仲裁案 您觉得在裁决宣布之后 是不是可能会激发一连串的一些国家 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呢 谷教授 因为在这个方面他们如果他们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他们不会这个中裁员不会一样的 他们会选择自己的中裁员 还有他们也知道中国就是不接受不参与 所以他们他们也可能要考虑对他们来说 会有什么好处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走断线 他们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别的争议没那么重要 然后不需要带到那个中裁员去判断 所以我自己不认为他们会有很多国家 也跟菲律宾后面也是开心的争议 对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看看来我还没有研究好这个裁则 可能有几个方面他们也可以找办法去 但是可能这个是我自己认为 如果走断线已经决定这个裁则决定 走断线没有法律的那个不合法 那别的国家就可以说他们已经决定了 我不用再开一个新的中裁员 因为一个新的如果在一个新的中裁 他们也可能认为走断线可以用 他们不应该就是从这个中裁员 不需要用他们的看法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自己认为 他们可能不会再来开新的那个中裁 是好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YouTube网上的直播呢 也收到了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您的看法与想法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观众他提到了说 请问这样的裁决除了在道义上对于中国不利 如果说今天中国强硬的凭武力 在岛礁进行自身的军事设施 那么会否与美国和东南亚各国擦枪走火 产生军事冲突 如果的话如果有的话 这会是什么样性质的事件 我想请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中国观众非常关心的事情 首先这个裁决虽然是有法律效力 但是因为国际法本身是一个非常的弱的一个法律 它没有执行机构 所以没办法人来强制执行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 那么历史上来看 所有的这个国际法庭 国际这个仲裁庭做出的裁决 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都是得到认真执行的 过去因为仲裁法庭 它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仲裁法庭 现在的话由于更多的国家 和这个商业的这种关系 越来越多的利用这个仲裁庭 那么很多这个仲裁庭裁决的结果 都是得到执行的 那么从这点讲来 那应该是应该得到执行 那中国如果是不执行 那也没有一个强制执法机构 迫使它执行 那中方呢 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已经向美国做出一个承诺 那么就是不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化 但是呢 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 中国现在在这个裁决 做出之后 正在这个南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实际上呢 就还是想采取一种比较强势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美国呢 也在南海派出了 它大概有七艘的军舰 包括一艘航空母舰 可能未来还要派出另外一艘航空母舰群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可能会造成啊 这个冲突加剧 会不会擦枪走火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 但是呢 美国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慎重的 因为美国的军舰从来没有进入 所谓争议的这些岛屿啊 交导它的领海的这个范围 美国的这个军舰 一般是在14海里到20海里之间 来进行巡逻 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 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 能够管控这样的这个危机 而且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把它 不要要进行非军事化 那么美国呢 也应该把它的军舰教诲 现在不必要马上在这个地方 行使自己的这个自由航行权 中方呢 也应该停止军事演习 让大家都冷静下来 仔细地看看法院的裁决 它的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它的推理是什么 然后再找到一个办法 解决和平的解决这个争端 是 美国国务院呢 也在今天裁决宣布之后呢 呼吁有关各方要冷静来 应对相关的这个裁决结果 那当然在中国 我们相信裁决的结果 也引发了许多的讨论 我们想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问题要提出 继续来听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北京的刘先生 您好 请说 请问是我吗 是 请说 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是谁是挑起这个问题来的 在南海共同行动高领 这个是谁先违反的 这个越南在多次曾经给中国发过外交召会 是承认中国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权的 菲律宾在黄沿岛是先抓捕中国渔民 中国才控制黄沿岛的 这些所有的问题全是他们来挑起 而中国是被动来应对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第二点我想谈就是 中共是中共 中国是中国 但是中国和中共利益在一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支持中国 就是这个人 好的 第三呢就是说 习总数一直谈要保持这个战略定例 我想现在目前的处理是比较冷静的 是合理的 这点来说我们应该支持 第四点我们想下一步怎么来做的问题 应该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 还有就是说从外需行经济 转成内需行经济 不要去对于东盟的这个市场有那么大的 这个还有一代一路有那么大的这个预期 好 刘先生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来电 谢谢您所提出的意见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是北京的杨先生 杨先生您好 请说 杨先生在线上吗 喂 是 您好 请说 是我的电话吗 是 请说 我是北京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请说 好 我简单说三点 第一 几十年前应该是二十年前吧 好像是美加拉瓜和美国 也是找到了国际法庭是仲裁 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认这个仲裁结果 所以说美国人可以这么干 中国人也可以这么干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领土不是靠仲裁来得了 而是打出来的 我说对菲律宾 越南 只有打 我认为没有就像英国收复福克兰群岛一样 这通过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 这个对中国的官僚政客们也提出一个警告 当年中国的政府干嘛去了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不占不进更多的岛礁呢 因为官僚主义害死人 所以我就觉得对菲律宾 对越南那些抢我们领土的人 只有采取措施 经济的 军事的 一切的手段 不打是不成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好的 我们谢谢北京的王先生 我们再来抓紧时间 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 这是福建的陈先生 您好 请说 主持人你好 我觉得南海问题走到现在这种局势 其实就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全面失败 改革开放前 不过国内人民的死活 不计成本的大肆对外援助 最后换来的全部是翻脸和背叛 南海问题也是这样 本来领土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不容讨价还价 然而却搞什么鸽子争议 共同开发 利用 享用利益去拉乱别人 请问都算不算卖国行为 结果这就给了周边国家 一个很暧昧的信号 人家会以为 原来你也是底气不足啊 否则怎么会叫我们来共同开发呢 既然这样 我干脆大张旗鼓的 主张我的主权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听山西李先生 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 我们做个结语 李先生您好 请说 李先生在线上吗 您好 您好 请说 喂 您好 我是个农民 也没有文化 我经常看这个美国之音 我今天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 我想问这个地面家庭 我叫来什么名字 我在问哪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我看这个报道说 太平岛是岛还是礁 这是一个问题 在弄清这个问题以后 你才能裁判进来说其他的上弄短 第二个问题 这就是和某一个人 你是狗还是人 把这个概念弄清以后 你才能有权利来判断 这个你的仲裁还是 如何吧 你才能有个结论吧 我就问这个吧 好的 我们谢谢您 山西的李先生 我想先请我们在现场的韩联潮博士 先来简单就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 他特别也提到了太平岛 台湾政府今天也发表了这个声明 那么基本上是同样 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裁决结果 并且表示台湾在整个仲裁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受到邀请来参与 那么您的看法 对于刚刚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我先谈这个太平岛 我觉得太平岛实际上是跟这个 这个九段线里边的这个资源 历史权利也有相关的 那么对岛屿 我们前段我提到这个岛屿这个定义 这个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做出一个 严格的这个定义 那么这次通过这个裁决 就是它做了一个非常 非常就是限制性的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当时基于 这个海洋法公约的121条 那个做出来的 那么它的一个前提呢 就是说一个脚刀 根据它的自然这个地貌 它是不是有能力 有这个承载力来维持 稳定地维持一个人类这个社群 它的这个居住生活 而不是要依赖 比如说外来的这个支持 那样来生存的 而不是也不是依靠这个挖掘啊 这些一个产业啊 这种来维持这个社群的 那么它根据这个东西呢 它还谈到这个裁决呢 还讲到呢 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讲 那的确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权利 但是呢海洋法公约 并没有把这些历史性的权益 对这个资源 我们讲的还是对这个资源的 这个历史性权利 没有把它纳入了海洋法公约里面 那么所有这些历史权利呢 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呢 就消失了 因为海洋法公约有生效之后 它就消失了 但是呢 它也特别强调 就是在这个 像这个南沙群岛这个情况呢 中国可能都有渔民 利用这个地方 还有包括在一些短时间的居住 开采 但是呢 它不构成一个排他性的管辖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第一个东西 它没有形成一个历史权利 所以呢 这个历史权利是没有合法的依据的 好的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 想请教我们在线上的 谷举伦谷教授 感谢您耐心等候 谷教授 最后想请您跟我们谈谈 裁决结果出笼之后 您觉得在南中国海的情势 特别很多人说 中国可能会采取 更严厉的一个反击动作 您觉得您预测 未来的南中国海情势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我很难说 我觉得中国就是 都是靠中国的决定 那个别的国家不会 美国的政策不会改变 菲律宾的政策不会改变 就是看起来 中国会不会 他们 他们海军的 到南海去那边 多放海军 或者什么 飞机 飞机 对这个方面 是中国决定 要不要 会不会 比较激动的 还是 比较稳定的 好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非常感谢您 因为时间关系呢 有关于海牙裁决的内容 反映 还有后续的一些影响 今天我们就为您 讨论到这里 我们非常感谢 谷举伦教授 还有韩联潮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